在清朝历史的长河中 有一位常务父皇帝印象 他的身份尽管与皇帝有所差距 却似乎能够避开雍正皇帝的猜忌 成为令人瞩目的特例 这究竟是为何呢 雍正皇帝究竟为何对他如此放心 本文将引领读者 深入清朝宫廷的权谋棋局 皆是常务父皇帝印象 为何能够在雍正的朝堂中 相对安稳 究竟是出于他的智谋 忠诚还是其他原因 让雍正对他感到如此安心 雍正本名印真 为康熙皇帝的第四子 而印祥则是康熙的第十三子 两人虽不是同母所出 却从小形影不离 印祥幼时 便被送去雍正生母德飞那里抚养 德飞溺爱雍正 深知母子天伦之情的珍贵 便将印祥视如己出 将这段缘分化为兄弟般的慈爱 日夜相伴中 两位皇子情同骨肉 无话不谈 他们一起读书习武 聊天嬉戏 一诗一友 关系十分要好 依稀幼灵 屈氏亭为 沉稀俱处 这是雍正在印祥的记文中所写的话 由此可见 两人自幼便亲密无间 幼时的情谊日益加深 青少年时期的雍正 还向印祥传授算学知识 日常还会一起讨论朝政大事 可谓知交之上加师生之情 这段由血缘 地缘 情缘交织的关系 在两人还是皇子时奠定了基础 日后登基为帝的雍正对印祥 更是信任有加 毫无保留 因为在这世间 能够交心的对象 本就寥寥无几 而印祥是与他共事共生 与共命运的知己 此等珍贵难得 然而好景不长 在康熙中期 印祥曾突然失去皇帝恩宠 被软禁长达一年之久 这其中缘由不明 有人猜测 是因为印祥试图帮助雍正脱罪 结果反被牵连 当时雍正就在康熙面前屡屡得罪 性格又古怪 深得皇帝喜爱的印祥 出面求情 反遭吃鱼之殃 雍正登基后 仅以一句一二阿哥仪式牵连含糊带果 并未详说 可见其中隐情不小 否则大可痛快曝光 已是自己也曾受过冤屈 在这场无望之灾中 印祥虽深陷囹羽 仍然挺身支持雍正 因为逆境方能见真情 这场灾祸 反而使两兄弟之间的羁绊 也因患难与奋斗更加牢固 这位日后印祥扶持雍正夺位 埋下了伏笔 到了清朝后期 康熙晚年多病迁怒长发 皇子们频频交易权力 康熙临终实力雍正为皇储 引发了轰轰烈烈的群龙夺敌 此时 雍正鼓掌难鸣 面临强大的政敌 自己的掌兄印之 印之出生名正言顺 又有权贵捧场 一时间 局势对雍正极为不利 关键时刻 印祥挺身而出 亲率禁卫军 制服畅春元 成功稳住了局面 使雍正得以登基为帝 作为福龙之臣 印祥功不可没 他和雍正肝胆相照 始终站在同一条战线上 这种至死不渝的兄弟情谊 正是雍正夺位的关键所在 此后 雍正对印祥的信任 更加毫无保留 两人经历生死与夺敌 羁绊早已超越手足 雍正甚至在诗文中 以形影相依来形容两人的关系 正是有了这样一位心腹患难之交 雍正的龙椅才牢牢坐稳 登基之初 雍正变下预指 对印祥立下汉马功劳的支持 表示感激 两人合作 焕发出强大正能量 此后十一年间 印祥始终辅佐雍正处理朝政 在水患治理 刑法改革 政敌清洗等各方面 贡献良多 他勤勉务实 与雍正心意相通 成为朝中之佼佼者 为表彰印祥的功劳 雍正先后封他为总理事务王大臣 何硕夷亲王 成为清朝历史上 第九位世袭网替的铁帽子王 朝野上下更是盛传得罪十三爷的 就算是神仙也救不了 这充分彰显了印祥在政治舞台上的举足轻重 在这无限权力和荣耀背后 印祥始终恪守臣子本分 丝毫不见悦 他甚至把雍正赐予的灵指吞下肚子 以示天人何德 永世不替 这种恭敬谦卑 最终获得雍正一心一代 刻进臣帝之道的包扬 正是印祥政绩标秉 又能沉住气 任劳任怨 这才是雍正信任他的根本所在 可以说印祥之所以深得雍正信任 恰恰在于他对君臣伦理的坚守 这使雍正即便赋予他极大权力 也毫无猜忌之心 然而在权力和荣华背后 多少隐藏着人事无常 风波恩仇 终有尽头 雍正八年 印祥因病去世 年仅四十四岁 当时雍正闻讯 也是痛心疾首 气不成声 他亲自为印祥下诏测事 开历史先河 将其惠字赶回 并尚视其为贤 如此殊荣 正是这个常务父皇帝留给后人的驸马 人生短短数十载 印祥却与雍正 结下三生三世的深厚情谊 也许很难想象 帝王兄弟 有如此深沉感情 但印祥与雍正的羁绊 已成这人间的佳话 令人听之竭理追忆 当我们在想到帝王全谋时 也会因为他们的存在 而不禁怀疑 难道常务父皇帝真的存在过吗